第四战 兰兰 我搞砸了 出什么事了 我怀孕了 怀孕了 不会是潘静皓的吧 我 我真的只是想包袱着怀孕他们 没有想到 我会爱上潘静皓 更没有想到我会怀上他的孩子 现在不光做了小散 我还害了我的妹妹汤家思 汤家思搁碗里你说我该怎么办 妈 妈 你干吗呀 你快起来吧 你快起来 你刚刚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你说呀 小琪 小琪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不要再想着补充了 你忘了丁家人吧 我再让你不要去找丁家人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都这么促进自己呢 妈 妈 我错了 女儿错了 你别这样 快 我再给你看 妈 妈 妈 我错了 妈 我错了 我错了 妈 我给你磕头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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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真的错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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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有什么好事吗 这么晚打电话 好戏要开始了 消息毁运了 到底怎么回事 是判警号的状 这也叫好戏吗 他毁运了 以后的戏还怎么演 你把他给我叫过来 明天我在公司等他 我要给他上一课 活该 妈 妈是你吗 是我警号 你快把门打开 你去找钥匙把门打开 警号 你答应妈妈 妈妈放你出来以后 你老老实实给家子认个错 你们好好过日子行吗 行 妈 我什么都答应你 你快去开门 好的好的 我这就去找索家 拿给你开门啊 等一下妈 你去找索家有很长时间 你能不能先把手机给我 可能在爸的房间 你去找一下好不好 你要手机干吗 你还想跟那个女人联系啊 妈 真是紫军不敢 看来 你爸爸把你关起了是对的 妈 妈 你听我说呀 我真的要跟他说清楚 我说清楚才行啊 闹成这个样子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看来你就是死心不敢 你爸爸你关起了是对的 妈 我知道 从小到大你最心疼我了 我从来都听你的 可是这一次 可是这一次让我做主好不好 我是真的喜欢萧綦 求你了 妈 妈 我求你了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结婚的男人就应该负责任 你这样做 对得起家私吗 妈 我真的不喜欢家私 我不能骗他 我更不能骗自己 我是喜欢萧綦 我想跟他在一起 妈 难道你不喜欢你自己 儿子幸福吗 妈 快去 你快去找手机来 妈 好的 好的 我现在就想办法 去给你找手机啊 好 好 九号 九号 妈 快 原来 妈 我爱死你了 太伟大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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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号 小琪 你还好吗 一个未婚幸运的女人能好得了吗 未婚幸运 你的意思是我们 九号 真如你所愿 你之前在酒吧发誓说 终于有一天 你会让我成为你孩子的妈 你赢了 你说什么 你怀孕了 我 我要做爸爸了 我要做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了 我们的行李 老老爷 老老爷 妈 不对 妈去上所见了 有人吗 老老爷 妈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我给你丢脸了 是不是啊 小琪啊 这可能是妈妈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一次劝你了 妈知道你大了 不听妈妈劝了 但是妈还想说 真的是有报应的呀 你对这位世界做了什么 他一定会还给你的 你知道战这个字怎么行 他一边是人 一边是责 这是说欠别人的终究要还 这就是做人的责任呀 妈 你想说什么呢 什么叫最后一次劝我呀 女儿糊涂 女儿傻 我有的时候会犯错 妈 千万别撇下我 小琪 妈真的心里交退 妈能撑到现在 那是因为妈妈觉得你会幸福 妈想看到你幸福呀 但是妈妈真的觉得没希望了呀 妈 妈你别这么想 我会改 我真的会改的 我什么都替你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就一次机会好不好 那你把孩子打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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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妈 我求求你了 不要 妈这个不可以 娘 妈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好不好 妈我 妈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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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去勾引潘锦浩 勾引你懂不懂 没叫你用真感情 现在 你给人搞大肚子了 你说该怎么办 把孩子打掉了 妈 你以为潘锦浩 会对你负责吗 你以为潘锦浩 会为了你而离婚吗 你真是太天真了 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真没想到你这么蠢 就算我不做什么 你知道潘锦浩会做什么吗 你不知道我来告诉你 如果我是潘锦浩的话 我会第一时间干掉你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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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她不会的呀 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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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家属 我是 静昊 对不起 喂 喂 萧綦 你干嘛呢 我在汉口医院 什么 你在医院干嘛 你要不要我现在过去陪你 谢谢你 我准备做手术了 不是 你好多顿做手术干嘛 你不是想把孩子打掉吗 小 萧綦 我知道你不想打掉孩子 但是 如果你不打的话 我愿意做孩子的爸爸 真的 萧綦 真的 喂 喂 喂 下一位 萧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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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吗 喂 你是不是有潘景浩的电话 想要潘景浩的电话 帮我弄进你们公司我就告诉你 别废话 赶紧报给我 你记一下啊 138 106 129 喂 喂 潘景浩 是我胡杨 萧綦现在江城汉口医院 她现在要做人流 人流 你还需不需男人 你要是不管现在 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喂 喂 开门 妈 你回来没有啊 妈 我 zelfs 大抄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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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 erlebt 警方 警方 你干嘛 儿子 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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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胆了 胆了 小姐 请你快点儿 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小姐 快点儿 喂 警号 小琪 我告诉你 不管你谁阻挠 我都是要跟你结婚的 所以 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你听到了没有 刚才路上有点塞 我现在已经快到医院了 那 可是加斯怎么办 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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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接着出院好吗 你出了车祸了 得好好检查一下 免得留后遗症了 我要去找小琪 你给我闭嘴 今天你老婆出院你知不知道 你不去看你老婆 你去找那个女人 你看看你现在 你被那个女人弄成个什么样子了 我必须要去找小琪 你今天 要是敢踏出这个病房一步 你就不是我派有天的儿子 我要对小琪负责任 你对小琪负责 谁给我这张老脸负责 小琪怀孕了 什么 所以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去找她了吧 小琪负责任 小齐 我不是有一点喜欢警号的 你别上武器好吗 小齐 你可可得he 你可可得h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臭小子 你还敢来 郑坤 有话好好说 今后 坐吧 我有话要对家私说 你还有脸见家私 有什么话大家当面说 把你爸妈也叫来 我今天只是想跟家私单独聊聊 什么意思啊 有话先跟我这个爸爸说 我女儿身子弱 见不到你这浑东西 那好吧 我先走了 改天再来 景浩 其实呢 我跟家私他爸 都盼着你们好 所以有什么我们就说什么 你们俩之间的事呢 要是不信我们大人干涉 我们就不干涉 说真的 家私他真的很想见你 他之前有不对的地方 我也批评过他们 可如果你知错能改 能承认错误的话 当然是我们父母求之不得的事啊 让家私这么难过 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可能这场婚姻 从一开始就是个错 所以我不想一错再错 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他 我想结束这场婚姻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对不起 我让你们失望了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家私 我要跟他 离婚 离婚 郑坤 郑坤 给老盼打电话 让他们都过来 我跟这畜生说不了 亲家 这警号在我们这儿 说要离婚 什么 他要离婚 老汤气得不行了 你们赶紧过来吧 你等等 你等等 老潘 老潘 不知道他们要不要来 他们还有什么脸来啊 说不定就是穿头好的 来了也没用 婚是我结的 离也是我离的 哎 郑坤 郑坤 你不要打了 郑坤 打死我了 不要打了 别打了 郑坤 别打了 别打了 你走开别拦着我 不要打了 别打了 郑浩 郑浩你没事吧郑浩 没事 郑坤 郑坤 我对不起你 我们离婚吧 一会儿 一会儿小妻怀孕了 郑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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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杀的乌鸡挺新鲜的 补身体最好了 太谢谢你了 还麻烦你过来一趟 说什么麻烦呢 反正我要去买菜的 你眼睛不方便 下次买菜一定要跟我说一下 谢谢你啊 不用谢 你慢走啊 妈 您买乌鸡做什么呀 你不是刚做完手术吗 要好好补一补 你下床干嘛呀 快回屋躺着啊 我再给你顿圈 喂 月姐 我们出去避一避吧 你怎么了 喝醉了还是怎么了 我暂时没有想到别的办法 先出去避一避吧 不行 我不能没有你 我真的只想跟你在一起 萧綦 我们找一个地方 静静地待一阵子 只有你和我 不行得紧好 是不是因为你爸爸 要不这次一起走也行啊 不 不是因为这个 我不想你错再错 后悔终生 你知道吗 我知道这样做是错的 但我会给家森一个交代 我相信还用不了多久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小琴 你现在有了我们的孩子 我要照顾你们一辈子 静昊 我们不能这样逃避 你只要今天逃出去 明天就会上报纸 不管我们谈放哪儿 别人依然会觉得 你和一个小三走到一块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自己啊 不是吗 你知不知道 现在连我自己 都讨厌我自己 萧綦 没有你我会疯 没有你我真的会疯 不管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今天晚上十一点 在上次我约你的江边 不见不散 如果你不来的话 你今生今世都不会再见到我 傻瓜 你承担不了他 如果你不离开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里呀 吃晚饭了 来了 来 快趁热喝了 妈 以后要是灶台 护士洗手间坏了 你一定要记得打电话让物业来修 还有现在天气凉了 我给你买的保暖内衣 你也一定要记得拿出来穿 那些旧鞋子什么的 就不要再穿了 收音机的电池我也给你换了 最重要的是 要是停电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点蜡烛啊 妈这眼睛又看不见了 我点蜡烛干吗呀 再说了 妈不是还有你吗 这张卡里呀 是我这几年存的钱 您先替我收着 你给妈干吗呀 这钱呀 你自己留着啊 妈又没什么积蓄 这以后你嫁妆钱呀 得靠你自己了 妈 这就是我嫁妆钱 还是您先替我收着吧 小 萧綦啊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了呀 还是手术没做好呀 没有 妈 您不是说以后 我要是嫁人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个爱我的人吗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一个对我好的人 赶紧喝汤吧 谭家好像又出疗了 是吗 好像是潘景昊的 老板让我跑专题 可是潘家的新闻 最难搞了 听说今天 潘景昊去汤家要求离婚 汤振坤不同意 他把潘景昊给打了 这可有料啊 可是这汤家司 是咱们头儿的同学 有他罩着呢 对呀 不让咱们骚扰他 你说这女的有什么可罩呢 一架子豪门糊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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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你知道吗 今天派你好去汤家 要去离婚被揍了 我们要走了 走 不要 小姐 你们要去哪儿 不要 求求你了 你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吧 不然我和景豪就永远不能在一起了 不行 小姐 你妈知道吗 你妈怎么办 我求求你放开我吧 你不放开我 我这辈子都会恨你的 小姐 我陪你去 我陪你去 我还以为我见不到你了 你脸怎么了 我没事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任何牺牲都是指导的 不是吧 我们上车吧 看景豪 胡耀 这才是唐家是哪儿的 胡耀你干嘛呀 胡耀你干嘛呀 这才是小姐哪儿的 胡耀你干嘛 你干嘛 没看他已经受伤了吗 景豪 你没事吧 没事 景豪 我真的是 景豪 你很有种啊 不过没关系 你彻底地打醒了我 我告诉你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萧綦的 安景豪 我警告你 你可以带走萧綦 但是 要是有半点对不起萧綦 我胡耀 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听清了吗 我们走吧 来 景豪 你等我一下 胡耀 谢谢你 谢谢你 一直以来为我所做的一切 不要再跟我说感谢 也不要说再见 我们 是在错误的世界 错误的特点下 再说 我很高兴 让你这个朋友 我送你一句话 就当是为你送行的礼物 其实你早就应该选择放弃 竟然会选择放弃 今后就不要放弃选择 选择正确的生活 无论多难 也要选择活下去 注意点 我说我要选择 你 谢谢你